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很欢迎大家来上这一门 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的课程 那我们现在在线上的 老师跟同学总共大概有100人 我想今天第一次上课 那我们先对这个课程内容做一些介绍 那这门课叫做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 那主要要谈的内容是 我们在1945年之后到现在的2021年 这么长的时间 那我们怎么样转变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那台湾原本不是民主国家 大家非常清楚 那但是从我们应该 现在选修的同学们 从你们出生以来 就是台湾已经进入民主国家 而且已经政党轮替 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大概都发生在你们出生之前 那但是2000年之前的台湾 事实上是一个 跟现在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 那经过了大概四五十年的奋斗的历程 那所以这个课程主要要来 对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的过程 那我们希望现在的年轻人 对这样子的过程有深入的理解 那对我们现在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 能够珍惜 那所以开了这样的课 那这个课程我把它分成几个单元来讲述 基本上它的核心是要讲这个民主运动的历程 但是我们可能要理解 为什么会有一些人要起来 反抗当时的统治 那不断的跟政府挑战冲撞那个体制 为什么 那为什么他们要起来呼吁要求自由民主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可能需要知道 那当时是怎样的体制 那那时候会被称为是党国体制 或是有人叫党国威权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部分 那要去讲这个体制到底是怎样运作 为什么造成民众的不满意 那他们有什么批评 那形成怎样的这个反抗运动 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所以大致上我们会不只讲民主运动的过程 我们会花相当大的力气 来比较深入的去探究 当时所谓党国威权体制是如何运作 而这个党国威权体制 因为它运作了四五十年的时间 如果各位可以看 从1945到2000的政党轮替 其实它运作了超过五十年的时间 那台湾转型民主化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能够顺利进入 就是这个社会的体制 是不是就从威权变成民主 所以我们的课程的有一个部分 那也会跟现在的政治相连结 我们现在遇到的民主政治的种种的困境 或是某一些冲突 社会的对立 那跟我们过去的历史经验 有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人是 就是说即使我们的体制变动了 但是这社会上的人 他的生命是连续的 那体制的变动 并没有办法立刻转化 让所有的人变成是民主时代的心智 其实没有办法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威权移序 这威权体制到底影响了这个社会 还有这么多的人民 对他们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这个影响在我们现在的民主时代 它如何还存续着 所以我们大概要跟各位谈的主要的内容 会是这个 就是一个先主要是 我们的党国体制的运作方式 它如何很有效的控制社会 那有哪一些 这个有一些人士 或是几波的运动 他们起来反抗当时的统治 然后呢 还有一部分 就是跟我们现在相连的 现在的民主体制跟过去威权移序 还有某一些的纠葛 我们大概会跟各位谈的主要的内容是这一些 那我把它分成六个单元 分成六个单元 那一般来说是这样 就是说战后1945年 国民党政府就统治台湾 那战后有一个大的冲突 就是各位所熟悉的228事件 大概你们从国中高中开始 都上过228事件 对它的过程有一定的了解 那通常我们没有把它纳入 这个战后的这个威权统治 但是它是一个开端 那它是让人们见识到一个 跟日本政府完全不同的统治形态 所以我们第一个单元要跟各位谈的是 战后初期台湾的政治冲突 那我会比较不着重在这个284事件的过程 那但是我把重点放在这个统治模式的问题 还有当时的外在环境 战后台湾事实上在等于是说 美国或是盟军的角色很重要 那我会把这个外在局势跟台湾所发生的冲突 我们把重点放在就是过去比较少谈的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单元来谈白色恐怖与台湾社会 我们一般会认为说好像白色恐怖 是1949年才开始的 这个国民党政府撤队到台湾来 戒严之后才开始的 那事实上不是 284事件之后呢 就开始出现这种逮捕的问题 尤其1948年开始 事实上要镇压内部的反对 尤其当时有一些 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在台湾的活动情形 那1948年开始就有白色恐怖 而这个白色恐怖的规模 它运作的这个时期的长久 那受害的人非常多 那甚至包括我们台湾大学 事实上是当时知识分子 是当时政府监控或者是镇压 非常重要的目标 所以我们有一个单元 要来讲白色恐怖与台湾社会 那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也会把台湾大学各个学院 或是在台湾大学发生的 重要的白色恐怖案件 那我们会跟同学做一个 比较完整的说明 那第三个单元才会进入 党国威权体制的讨论 那什么样的 就是说台湾被叫做威权体制 可是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叫Party State 它是一个党在国之上 这样子的政治体制 那它怎么运作 那事实上它有非常复杂的 整个制度性的设计 那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大致上会着重在几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 既然时期台湾有选举 但是它是一个有限的选举 而且是政府相当程度控制的选举 所以我会有一个部分来谈 就是党国体制之下 的选举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的党国体制呢 跟情治机关 或者是说党的组织 非常相关 也就是说 在1990年之前 台湾的社会控制非常严密 那它的这个社会控制 包括情治机关跟党的组织 所以我在这个单元里面的 第二个部分 会去讲社会控制 那里面当然就会包括情治部门 第三个单元要谈党国体制 那党国体制 我们谈党国体制下的选举 党国体制跟社会控制 那还有一个部分 我们要来谈党国体制跟适从主义 什么叫做适从主义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 没有一个国家 他可以完全用暴力压制的方式 来进行社会控制 他必须争取社会上更多的人 对他支持 那所以这种争取的过程 我如何收编民众 我可能有某种程度 需要做利益的交换 所以我用利益交换 我给予利益 换取政治上的效忠 那这个被叫做 叫做适从主义的体制 那在我们1990年之前的 统治里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事实上存在这种 适从恩必适从效忠的关系 那尤其最常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是 选举里面的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的问题 那我们的事实上 我们的适从体制的规模 不只在地方派系 党的体制 党有庞大的党赢事业 那它可以收编进去非常多的人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部分来谈 就是党国体制跟适从主义的关系 这也可以解释说 为什么这样一个统治的模式 虽然在社会上有相当多的不满 但是它可以长期维持稳定的统治 而不会遭遇大规模的反抗 就是这种利益收编 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所以我们在第三单元 也会跟同学来谈党国体制的几个重要的特性 那第四个单元就会放在 第四跟第五个单元 我们就会来看台湾的民主运动 那从早期 比较早期尤其是1960年的自由中国的主党运动 这大概是第一波民主运动 284件之后的第一波民主运动 这波民主运动有一些特性 那它是最早开始 有不同省籍的人集结起来 包括外省族群 外省籍的精英 包括本省籍的地方政治人物 他们合作 想要组成一个反对党 来对当时的威权体制有效制衡 这是第一个阶段 但是并没有成功 那我们的这种反对运动 事实上一直没有中断 这个比较是在民主运动的范畴 那还有一些运动 事实上大概1950年代起 台湾独立的主张在海外跟在岛内 那都有这样子的主张 所以我也会穿插 这样的主张在开始的时候 它的声音很微弱 那统治当局做非常有效的这个围堵 那但是呢在50年代末期 事实上这样的声音就出来了 那所以早期的民主运动 我们大概会跟各位谈到这一些 比较重要的这个抵抗行动 那第五单元呢 我是讲转型期的台湾 也就是1970年代 第二波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出现 只有中国被压制下来之后 有一段时间 那这个政治气氛是很紧绷的 但是到70年代 年轻一辈的人长成了 也就是战争结束 二战结束之后 出生的年轻人 那他们差不多这时候二十岁了 那他们没有这些二二八事件 或白孔的恐怖记忆 那他们有更大的能量 可以来挑战当时的统治当局 那这一波的运动 初期被称为是党外运动 是党外民主运动 那统治当局如何对应 事实上他还是用要压制的方式 所以为什么1979年发生美丽岛事件 事实上这等于是第二次 对大规模反抗行动的一个压制 那这次的压制跟1960年的压制不一样 1960年的那一次的压制之后呢 整个社会沉寂下来 但是1979年美丽岛事件 的大逮捕之后 台湾社会反而被惊醒了 反而醒过来了 因为整个审判过程 他们的公开谈论 还有一些同时发生的一些事情 让台湾社会开始受到启发 而会愿意更支持这些争取民主的人 所以第二次的大逮捕 它造成的是一个反效果 那1980年以后 台湾的民主运动就越往上扬升 一直到1986年 反对党组成 今天刚好928 也就是1986年的9月28日 到今天刚好是周年 几周年纪念日 民主进步党在戒严时期成立 那这个反对党的成立 事实上它累积了1960年的经验 累积了外省族群的一些主张 然后战后崛起的这些年轻人的主张 等于是说所有的力量的总集结 在1986年主党成功 那他的这个主党是还在戒严之下 蒋经国先生会怎么反应 他会不会把这个像过去一样 把他当成一种就是叛乱行为 因为台湾还在戒严 那他用什么理由来回应 那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那当时的蒋经国先生他是 蒋经国在怎样的处境之下 他为什么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不取缔或是不压制这个反对党 那这个都非常值得 我们去细细的探讨 仔细思考 因为蒋经国被称为是 台湾民主化的 在我们的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历史诠释 基本上还是这样看 认为蒋经国是台湾民主化的推手 那他容许反对党成立 第二个他1987年甚至宣布解除戒严 所以有人把他称为是台湾民主化的推手 那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检讨的 如果蒋经国是具有民主理念的人 他希望台湾走向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 事实上他很早就可以进行这样子的布局 他1972年担任行政院长 掌握大权的时候 事实上他就可以去推动民主政治 他可以开始推动民主政治 如果他真的有民主的信念 他为什么要在1979年 对民主运动人士进行大逮捕 所以这个就非常值得检讨了 那到1986到87年 他为什么会放手不压制反对党 而且宣布解研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课程上非常去值得分析 那当然不是只有台湾内部的条件 那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 还有尤其是美国政府 对于台湾民主化的要求 所造成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压力 那这些大概都是在我们的 这个我们的第四单元 第五单元 那我们会来跟各位谈的 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大家会把1987年的解研 当作台湾政治转型非常重要的转利点 但是实际上可能不见得 可能不是这样 台湾民众的真正的自由权利的获得 或是我们民主体制的获得 并不是在1987年获得的 1987年要解研之前 当时立法院在蒋经国的要求下 通过了国家安全法 好熟悉的名字 有没有 香港也有国家安全法 对不对 我们在1987年通过了国家安全法 开乱时期的集会游行法 跟人民团体法 那等于是说 当时政府要宣布解研的时候 他却把戒严时期的很多的规定 尤其有关人民的基本权利 跟这个就是结社等等 集会游行结社 自由权利相关的规定 事实上他换汤不换药 我一方面宣布解研 一方面我把这样的规定 放在国安三法里面 那以至于我们的 自由跟民主的获得 事实上就从解研开始 一直到真正获得的时间 就延得非常长了 那这是我们所谓的 我们要跟各位谈的 台湾的民主转型 跟其他国家很大不同的一点 并不是威权统治当局被推翻 民主政党上台 并不是这样子 我们是在一个 有人把它叫做分期付款的民主 就是统治当局已经知道 他没有办法持续维持这种戒严统治 那他必须相当程度的放手 但是我又要控制局面 所以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就放掉一部分 放掉一部分 那我们真正的整个民主政治的确立 事实上大约要到2000年 2000年政党轮替 是一个很明确的指标 所以我在第四跟第五单元 大家还会跟同学谈的 是这些内容 那里面当然就会包括到 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评价 在这个转型期很重要的 两个政治领导者 一位是蒋经国先生 一位是李登辉先生 他们在台湾的民主转型里面 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们有什么贡献 但是他们有哪一些地方 是当时不愿去处理 不愿去碰的 那我们可以对他们的历史功过 有一个新的反省跟评价 这大概是第四跟第五单元 那最后一个单元 我想跟同学谈一谈 就是这样子的威权体制 留下在台湾留下什么样的影响 那这些影响 这些威权体制 或是威权移序 大概呢 我们社会里面有一半的人 都会受到威权 这个威权移序的影响 比如说50岁以上的人 60岁以上的人 那他们的整个成长过程 事实上在威权统治之下的 当台湾变成民主社会的时候 他们如何面对一个新时代 那人的这种习性 理念 思考方式跟行为 事实上是具有延续性的 那这种威权移序 让台湾社会变成一个分裂社会 所以我们要来谈 就是说威权转型之后 转型到民主社会之后 他并不是马上就进入一个 完全民主社会的这种状态 那他还受过去的牵扯 所以有很多国家 同样是从威权转型到民主的国家 他们要去面对的问题 处理过去 就大家共同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处理过去这件事情 就被叫做转型正义的工作 那台湾 那我们怎么处理过去 我们怎么样在过去跟现在之间 这个拔河 我们怎么样让它比较顺利 大家能够适应现在的民主生活 而且并且让我们的民主政治 能够稳定发展 那最后一个单元 我们要处理现在跟过去 还有现在跟未来 也就是说台湾的 我们虽然是一个民主政治 民主社会 但是民主社会是一个不设防的社会 那台湾的条件 我们的国家的处境 跟很多国家不太一样 我们有一个立即强大的在对面 对岸威胁我们的敌人 他口口声声讲要统一 对不对 然后他甚至不排除用武力的方式 对台湾进行威胁 那越来越多的这个消息 越来越多的现象 让我们知道说 事实上对岸中国正在用各种方式 渗透台湾 或是影响台湾的民主政治 所以我们最后这个单元 也会去谈一谈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民主体制 产生一个自我防卫的能力 假如民主防卫 跟台湾的民主的巩固 那这是最后一个单元的部分 所以这大概是我的整个学期的课程的设计 好 那如果有同学有问题 那可以随时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聊天室 可以把你们的问题提出来 我接下来来跟各位谈一下 就是说这样子的课程设计 我希望同学选课之后 你可以对上后台湾的政治发展 有一个比较整体的概念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面对什么样的处境 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今生不讲话 明哲保身 那但是还有一些人 少数的人 他们愿意站出来 进行反抗行动 当然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对这样子的人 他事实上值得台湾社会 对这些人致意 对他们 我们要知道 要了解这些人 因为我们现在的民主生活 是他们努力去开拓出来的 那再来就是 透过这个课程的讨论 我们来了解 过去 现在的关联 那台湾当前政治的一些困境 跟威权体制留下来的问题 事实上有一个密切的关联 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 有深入的了解 那当然我就会很希望说 我们大学 在大学就读的同学 我们也不是只有独善其身 我们享受很好的社会资源 然后增进自己的能力 在社会上求得很好的发展之外 我们也很希望说 所有的同学 你经过这样的课程之后 能够具有历史的意识 而愿意对我们的公共事务 付出一定的关心 成为活跃的公民 然后让台湾的民主政治 在这种活跃公民的共同护卫之下 能够永续发展 所以课程的 整个课程的目标 大概是有这几个层次 这些方向 那我把课程大纲 放在那个SEBA上面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内容 还有每周的那个课程的设计跟要求 事实上在SEBA上面 各位现在也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上去把它下载 下来 一边看 然后老师的说明这样 那我们课程进行 除了这些内容的规划之外 它的进行方式是比较多元的 我们每周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那有两堂课呢 由老师讲授 有一堂课的时间是讨论课 所以主要的进行方式是老师的讲授 有两个小时的讲授 然后第三个小时 由我们的助教带领同学 来进行讨论 那这个讨论呢 不是就是漫无目的的讨论 是需要同学在每一周阅读 老师指定的教材 这个指定的教材 大概会有30页到50页 那 我们这门课程 应该说它不是很轻松的课程 因为你每一周要写阅读心得 那但是呢 如果你真正好好去看这些指定阅读的内容 你应该会很有感触 那透过就是一边老师讲授 一边同学自己的阅读跟吸收 你会在这个课堂上 我相信我们可以带给同学一个非常生动活泼 内容充实的课程 而你会透过自己的阅读跟讨论 有更多的收获 所以也就是说同学的主动参与 同学主动参与在课程里面 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 那大学跟高中学生 比较大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学习态度 学习方式的不同 过去高中可能还会比较被动的 我们就是听老师讲课 但是在大学的部分 每一个大学生你可以在你大学里面上课 我获得多少 会跟你自己主动参与 或是你的开发 你的吸收 会跟你的这样的态度相关 所以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们课堂上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老师讲课之外 同学的指定阅读跟心得 那我们也会 心得之后呢 就是缴交心得 每周要缴交大概一千字以内的心得 给TA 我们会分组 那第三堂课呢 每周第三堂课就是一个讨论课 那我们会有讨论的提纲 那另外课程呢 还安排了两次 就课程里面我们会有两次是 比较重要的影片 的观赏 那影片之后也会有讨论课 那我也安排了两位专家的演讲 有一位专家在台湾师范大学 劉恒问教授 那他来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司法部门 司法机关 跟戒严体制的角色 我们常常以为说 司法是这个第三权 他应该是独立 的一个机构 政治上中立的机构 但是在戒严体制之下 司法部门 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这是过去比较少 被注意到的 我们来请劉恒温教授 来跟我们谈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位是 赖宜忠先生 赖宜忠先生 他在一个智库 担任执行长 他来跟我们的 跟同学谈一谈 就台湾现在所面临的威胁 挑战 跟我们民主的机会 主要就是讲 他谈论的就会比较是 当代我们遇到的 尤其是对岸 所对台湾造成的影响 跟挑战 那我们如何因应的问题 所以大概有两次的专家演讲 那专家演讲有可能会有指定阅读 我会请两位演讲者 如果有指定阅读 他可以先上传给我们 那大概就是 课程进行的方式会是这样 那我还要再说明一下 就是说 刚刚有提到说 每周同学要写指定阅读 那我大概算了一下 扣除演讲 还有一些时间 比如说有一些 有的时候我们还 还来不及 还不需要做这个指定阅读 然后还有扣掉期末考的时间 所以大概我看了一下 就是同学需要写指定阅读心得的 周次大概是十周 看起来我大概算一下 应该是十周 也就是说 每一周呢 同学要 我们已经把指定阅读的内容 从上传到SEBA 如果有兴趣 你本周开始 就可以看 那我尽量挑选 生动活泼的题材 而不是那种枯涩的论文 让同学的阅读可以容易吸收 每周呢 就是阅读完之后 你把它做一个心得 这心得包括简单的摘要 然后呢 你对这个叙述的过程 你的看法 或是提出你的疑问 你的想法 你的主张等等 那在上课之前 一般来说 譬如说我这周上课 那你第二周 第三周的指定阅读 希望上课之前 可以给你的助教 那等于我们第二周 以后会分组 就助教希望怎么样绞交 那这个就是会再跟同学 各组的同学 你们各组自己去约定 那助教会看各位的心得 那也会希望 可以给同学一些回馈 比如说前面几周 可能会有批阅 然后给你们一些意见 那第三个 第三堂课就是讨论的时间 由你们这一组的助教 来带领讨论 那所以这个是 就是同学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除了听老师讲课之外 第二个我自己扮演的 我自己有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指定阅读跟撰写心得 还有讨论这样的工作 那我们没有期中考 我们让同学写期中报告 让同学写期中报告 期中报告呢 因为我们课程比较大班 如果期中报告 我会希望说在期末 学期结束之前可以发给同学 那因为我们的人数稍微多了一点 所以会要求同学三个人为一组 来写一份期中报告 来写一个期中报告 那期中报告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战后所发生的政治事件为主题 你听过的 或者是你一直很好奇的 好像譬如说我是台南女中的学生 我听说台南女中有一个政治案件 有学姐涉入政治案件 是怎样的案件 那你去收集资料 或是说相关的新闻报导 或是比较近期的口述历史 你把这些资料收集之后 然后来撰写一份报告 那这个报告大概 就是一万字左右 三个人分工合作 然后一个人写一部分 当然你们可以经过一些充分的讨论 再进行分工 三个人一组来撰写其中报告 大概是一万字左右 一万到一万五千字左右 那报告的内容 希望你一定要包括几个部分 一个是研究动机 为什么写这个报告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主题 它是为什么触发你 你们为什么认为这样的主题 吸引你或是它有重要性 第一个是研究动机 那第二个就是你收集资料之后 所做的研究 就是正文的部分 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是什么 它是如何发生的 他们遭遇到当局怎样的处置 这些人的后来的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的后来的发展 后来的遭遇 就是正文的部分 第三个部分就是分析跟评价 就是同学对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事件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发生 那它的意义是什么 你认为它反映出当时什么现象 或者说你怎么评价这些人 在这个时候的这些行动 就是比较你主观的看法的部分 那甚至比如说 有些问题你觉得我在整个研究里面 我没有办法回答 我还没有找到答案 你也可以把你的疑问 还有没有解答的部分 也可以在这个第三个部分 也就是你们的分析跟评价这个部分 把它呈现出来 那最后要请同学把你用的资料 就是你的参考资料 包括书籍、期刊论文、报纸 或是口述历史或是回忆录 把你们用的这个参考资料附上来 我们当然会希望同学 你可以找到更多元的资料更好 就是你的资料越完整越丰富 让你对这个事情的讨论会越周延 所以其中报告大概包括这几个部分 我会要跟同学提醒 跟同学强调 其中报告绝对不能用抄袭的 就是我不能把别人的意见 或别人的文章当作我的报告 然后交给老师 或是我大量裁剪别人写的东西 变成我的报告 那我们各组的TA 会告诉同学 怎样的东西叫做抄袭 我怎么样引用别人的文字 引用别人的意见 而不会变成抄袭 这到底要怎么样进行 我们会请TA跟同学来讲清楚 这个界限在哪里 这个大概是其中报告的部分 所以各位就可以注意到了 所以我们同学要扮演的角色很多 你的工作蛮多 你要读 指定阅读 你要进行平时课堂的讨论 那这个叫做 这个我们把它当成平时成绩 占各位学习总成绩的30% 也就是你教 你教教的这个一千字的心得 还有你在第三堂课的讨论 出席跟讨论状况 这个会变成你的平时成绩 那这个主要会请助教 来给各位同学做考评 30% 然后其中报告呢 占35% 我们学习成绩的35% 那搅上来之后 我会希望同学在其中考那一周 也就是第八周 能够完成其中报告 并且绞交 那其中报告我们会 就是我们的助教会看过 看过之后老师会再看过 那给同学一些意见 如果同学愿意的话 你还可以就老师跟这个助教 给的意见进行修改 那大概会在学习结束前一周 或两周发还给同学 希望能够尽快就发还给同学 那这个其中报告占35%的 学习成绩的35% 那所以你们的 就是每一组的分工的状况 可以在其中 在你们的那个报告里面去写 如果你们希望三个人 获得的是不同的成绩的话 那如果没有很明显的 工作的分量 没有很明显的差别 也就是三位同学可能会获得类似 或是接近的成绩 那这其中报告的部分 然后最后就是期末 最后一周我们会有期末考 那今年可能各位的期末考 说不定要在家里写 现在还不知道 过去我们是同学来课堂 但是是一个开书考的方式 也就是老师出的考题 是大概三题到四题的考题 那同学可以把你课堂上的笔记 或是我们课程 每个单元有 老师会给课程大纲 课程的内容 或是你阅读的指定阅读的内容等等 这些如果你要带来都没有问题 所以是一个开书考的状态 那但是不能上网 就是考试的时候你不能上网去查询 那考试的内容主要比较是整个学期课程的综合 那占我们成绩评比的35% 所以大概整个课程的这个规划 它的授课方式 对同学的要求跟评分的方式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课程事实上是 是蛮鼓励同学能够就是主动学习 我们因为如果同学 你希望在这个课程上有更好的表现 或者是说那有一些同学说 他会反映 因为他有想要转系或是双足修 腹系等等的问题 他会希望在这个课堂上 获得更好的成绩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 我会希望同学你要更积极表现 在这个课程上你所用的努力 让你可以表现出来 那我们可以有一些加分的方式 譬如说呢 我们每个单元除了指定阅读之外 我们会有延伸阅读 我们的那个课程大纲里面 会让同学看到 你除了要读的这个30到50页之外 还有一些 跟我们内周的课题相关的一些研究或是成果 或是书籍 那你可以去读延伸阅读 它可能是一本书 那你来写这个读书心得报告 然后交给TA或是交给老师 可以作为你的加分体 就是平时成绩的加分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我们刚刚有讲到 其中报告发回之后 你可以就是我们这个小组来修订 补充更正 补充修订 或是让他更充实 那在期末考的那一周 把你的新旧报告一起交回给老师 然后我会比对你们的修订的幅度 或是增补的幅度 来再调整其中报告的分数 就是可能我本来70分80分 我不满意 那你修订之后 老师可能再看情形 可以给你们加分 那最后还有一个方式就是 譬如我去参加我们课程以外的 跟战后台湾民主运动 人权运动 或是公民运动等等 我去做了 譬如说我去参观展览活动 我去基金会 我们现在有很多民主运动人士的基金会 去那边参访 或是纪念馆去参访 或是我去参加某些 跟民主运动相关的营队 跟人权运动相关的营队 然后我来撰写报告 讲交给老师 那这个也可以当作就是平时分数 可以加分的一个方式 那希望同学可以获得你满意的成绩 这个大概是我们整个学期的 规划的运作方式跟内容 那我们今天呢来跟 这堂课来跟各位谈一谈 就是我们开始进入第一单元 我们来谈战后的政治冲突 那我知道刚讲说 各位在国中跟高中 其实都上过284件 这一个单元事实上主要要讲284件 那但是呢 284件的这个发生过程 或是他一些背景 同学在中学都上过 那我希望跟大家来谈一下 就是 比较不一样的 228事件的面向 那我的博士论文是解228事件 在1990年 那个时候李登辉先生担任总统 然后呢他就开放了一些档案 尤其是党史会的档案 然后 当时要求行政院撰写 一个284件研究报告 那档案的开放 那同时就是也让民间 你可以去查阅档案 那因为我要写博论 我就去看了档案 那这些档案让我很惊讶 或是很冲击 比如说我看到当时那个国民党 党部的 当时因为是我们叫做 那是一个党国统治的状态 所以是以党领政 那一个最高决策机关叫做 国防最高委员会 他在3月开了几次的会议 都在讨论228事件 那这个是当时国防最高委员会 你可以看到的会议记录 我当时1990年代我看了这些内容 我非常惊讶 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这怎么解释 譬如说里面有人讲说 台湾发生事情 台湾最初连审都没有 后来才加上一个审制 我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台湾没有审 台湾不是审 那是什么意思 台湾张道凡 这是后来的立法院长 他说台湾最初不是审 后来又加上审制 既然是审 可是又不称审主席 对 台湾当时的这个 审的最高的领导人 叫做行政长官 陈怡是台湾省行政长官 他不是主席 可是呢 在中国的国内的各省是审主席 他说台湾是审 但是又不升审主席 当时大家马马虎虎 今天出了乱子谁负责 好像是 台湾是审 但是又跟人家不一样 另外一位委员说 28事件 这个是国家最失面子的事情 这种事情是可以引起国际干涉的 我看到这个 我觉得有点惊讶 因为我们长期以来的 至少到1990年之前的 历史教育告诉我们是 台湾的主权问题 在1943年开罗会议 就决定战争结束之后 台湾主权复归中国 1945年就是台湾光复 也就是说在我们教育里面讲的是说 台湾的主权在1945年就已经底定了 可是28事件发生的时候 这个党政大佬却说 这个事情可以引起国际干涉 所以事实上我是相当惊讶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余佑任是后来的监察 当时的监察院长 他说呢 台湾的情形可能引起人家的干涉 我们要保持台湾不让人家干涉 同样他在讲国际干涉的问题 另外一位他讲 我们的同胞逃到美国的领事馆 美国领事馆一定会将报告送到美国的 那为什么台湾的事情要送报告到美国 他们为什么要担心 台湾的情况 228的这个反抗行动 美国知道 为什么他们要担心呢 最重要是这个周鲁 这个也是非常资深的党国大佬 周鲁就讲了 他说这个事情要好好地处理 不然我们会受到人家的侮辱 他说台湾将来究竟属谁都成问题 他这样讲我真的是非常惊讶 台湾将来究竟属谁 1947年228事件发生的时候 难道台湾不属于中国吗 不然他为什么说台湾将来究竟属谁 这是在1990年代我看到档案的时候 很就是很冲击 你看刚刚谈到里面几个大的问题 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这些党国大佬们 谈的内容 事实上我没有办法回答 而且我不那么清楚的 不那么正确能够掌握他们讲的状况 他说台湾最初不是省 那不是省是什么 台湾的问题会引起国际干涉 尤其台湾将来究竟属谁都成问题 那我的 刚讲我的博士论文写284件 可是这些问题我都没有办法回答 没有能力回答 那我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 这个跟战后台湾的国际地位有关 就跟台湾的地位问题有关 那时候我如果要去深究 1990年代我去深究这个问题 第一个我可能没有能力处理 第二个呢 我可能因为处理这个问题必不表 所以后来我没有去处理那个问题 我就是好好的把284件的复杂状况处理清楚 那它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意识 这是变成我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呢 这些没有办法回答 但看起来 你可以意识到那个是重要的课题 所以大概这30年 我大概用了非常多的时间 那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民主化之后 档案开放了 所以各位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的档案管理局 有很多的战后出席的档案都出来了 虽然它叫做台湾光复的专辑 但它内容告诉我们不是台湾光复 像等等 那也去美国找了档案 也在日本的国会图书馆去找了档案 所以我们对这些 就是档案的开放 让我们对真正的台湾的战后情况 可以有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颠覆性的理解 那二八事件的发生 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 也就是说 事实上战争结束之后 1945年的9月2号 815日本投降之后 9月2号 盟国受降典礼是在东京湾 秘书礼舰上举行的 盟国受降典礼之后 盟军统帅麦克阿瑟 他就发布了第一号命令 第二号命令里面讲 就是所有的日本军队 他是战败国 所以向盟军统帅 也就是向麦克阿瑟投降 麦克阿瑟他来分 这些日本投降的地区哪些 由谁去占领 由谁去占领 所以他就讲说 在中国 台湾 还有北纬16度以北的 法蜀印度之那 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北部 是这些日本军队 向中国战区的蒋介石委员长投降 台湾为什么是蒋委员长来受降 就是中国政府来受降 跟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有关 这些地区向蒋委员长投降 但各位要清楚 这是战后的军事占领 每个战争结束之后 就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占领 但是战败国土地 领土的处分 要在战后和平条约来处置 所以这个只是第一步而已 就是一个军事占领的状态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 他说中国有一些地方 是交给蒋委员长 但是中国的满洲 也就是东北的地区 并不是蒋委员长派兵去占领的 有一些不是中国的领土 但是是蒋委员长派人去占领的 刚刚我们说越南的北部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说 这样子的一个临时的占领状态 它是一个暂时性的状态 并不会牵涉到 它并不直接等于主权的复归 可是我们长期以来就把它解释成是主权复归 那我们的历史教育里面都不去 不去谈这个 不去谈这个部分 那满洲是由谁去占领呢 是这个就是苏联远东最高总司令 就是日军向他投降 所以我们的教科书里面去告诉我们说 战后就是讲说苏联占领东北 接济共产党如何如何 呈现的是一个苏联是非法占领的状态 那事实上整个这种就是战后占领区的分配 是盟军统帅麦克阿舍第一号命令里面所指派的 那也因此9月9号 在日本中国派血军总司令刚春宁次 他就是向蒋介石指派的就是陆军总司令向何银青投降 刚春宁次向何银青投降 何银青他就指派 就是各个地区 那包括台澎地区 由陈宁来担任这个就是战后的占领工作 所以为什么10月25号 台湾区所谓的台湾区受奖典礼 那是一个就是战后军事占领 这样子的一个处置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战败国向盟军统帅投降 盟军统帅分配占领区 蒋介石委员长有一些地方是中国战区的蒋委员长去受降的 那蒋介石指派何银青 何银青再指派陈宁来台湾 这个在降书里面其实就写得很清楚 刚春宁次对中国政府对这个你看他的降书里面写得很清楚 就大日本日本帝国是日本帝国跟大本营是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 那是因为最高统帅的帝号命令这些区域向蒋委员长投降 所以刚春宁次所率领的部队是向蒋委员长投降 所以降书里面事实上写得很清楚 那我们的历史教育把这些部分都用了一个 就是有点模糊或是偷天换日的方式去处置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档案管理局已经可以找到的档案 也就是说战后那横琴将军就指派各个战区由谁去受降 第一一直到十一战区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台湾事实上它是最后加上去的 那因为它并不是中国战区 台湾是属于太平洋战区 它是最后加上去 这边各位也可以看到 香港本来是由蒋委员长这边派人去受降 但最后其实不是 是英国 英国对香港它一直认为说这个是在战后 它事实上它还是很希望保有香港的统治 所以后来是派了英国的军事人员前去占领的 那要派军队来台湾进行战后的军事占领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第一个中国政府的军队 它并没有大规模的海军 可以越过台湾海峡 然后再运可能要数十万的军队到台湾来进行占领 所以这个部分对中国来讲是大的挑战 第二个问题 在台湾还有二十多万的装备完整的日本 第十方面军的部队还在这里 如果他们不愿意投降的话那要怎么办 那这个会变成很大的困难 所以蒋介石委员长他知道盟军要派他来台湾进行占领的时候 那他自己衡量了这样的情形 他在八月十四号就像在中国的 当时因为盟军联合合作的作战 中美合作的作战 所以在中国有美军总部魏德麦将军 所以蒋委员长向魏德麦将军请求协助 就是说我现在要派兵去占领台湾 那要请美军协助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文件 这个就是美军总部提出来的一个叫做台湾占领的计划 Occupation of Formosa 一个台湾占领计划 那它上面写得很清楚 这个计划是准备做什么 这是一个outline plan 因为要占领台湾 那是因为蒋介石委员长在八月十四号 跟美军总部的请求 所以美军总部提出了台湾的占领计划 就是战后军事占领这样子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的内容就很有意思 这个计划它是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知道1943年开了会议 有承诺战争结束的话 要把台湾给中国 所以国民政府在1944年 就成立了一个台湾调查委员会 就是准备要做战后台湾的接收 那他们有通过一些计划 那这计划里面原本规划 就是台湾的战后的接收 就会跟内地各省一样 就在台湾设立省政府 可是美军总部认为说 战争结束之后 中国政府来到台湾 所进行的是一个军事占领 台湾并不是中国的领土 还不是 还不是中国的领土 它是一个战时性的军事占领状态 所以他们提出的occupation FOMOSA 里面就主张 要设置的这种机关 要设置governor general 设置行政长官 他是同时监理军政跟民政性质的 这样子的一个指挥 所以呢 他反对 也就是说美军反对 变成是一般行政 不是一般内政 他是一个军政 也是一个军事占领状态 确实战后台湾并不是设立省政府 而是设立了行政长官 基本上是在美军总部的建议之下设立的 那这个占领计划有非常多内容是在讲 怎么样在美国的协助之下 派出军队来台湾进行军事占领 事实上是一个美国跟中国合作 战后的台湾占领的工作 那包括这个海空的控制 在海上的少雷 大量军队的运补 运输跟补给 事实上都由美国这边来担任 但是由中国来派出部队 美军总部为了要让这个占领计划 能够顺利执行 所以他们在美军总部挑选了 100名的资深军官 陪同的中国政府的占领部队一起到台湾来 这100个军官组成了一个叫做台湾联络组 也就是说来协调所有的运输、补给这些的工作 所以各位要特别注意 这个战争结束之后的台湾 虽然你看到的是中国政府的军队来了 但它事实上是一个军事占领的状态 而且是美中合作的军事占领 占领计划是由美军总部所提出来的 他们提出了这个计划之后 中国政府把这个计划就翻译成中文的 变成中文的计划 前后翻成 就是以美军的规划为主 提出了中国方面的规划 叫台湾省收复计划大纲 各位就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主权主张了 后来叫做台湾省占领计划 跟美军的台湾占领计划 内容大致雷同 但是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名称非常不一样 在美军的计划里面 台湾是一个战败国的前领土 是一个殖民地 这个地区叫做台湾 可是中国政府的计划里面它变成台湾省 也就是说对他来讲 对中国政府来讲 他认为这个是我的一部分 中国的一个省份 所以他占领计划就叫台湾省的占领计划 计划里面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美军的规划里面 没有的 就是说中国政府认为 最先应该派到台湾的是情治部门 是情治单位的人 他说为了维持秩序 防治反侧 为了防止台湾有一些反乱 所以中央要 中央以多派精良警察干部 加入台湾的警察 并且配合中央所派的特务人员 建立情报网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 对他们来讲 中国政府加进了一些他们要的东西 第一个是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第二个是认为 在台湾统治的第一步是建立情报网络 这个各位就可以看到 这是在我们档案管理局所收藏的 这个机密的文件 叫台湾省的占领计划 很清楚就是中国政府 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展现在这样子的名称的上面 透过这些档案文件你就可以看到了 为什么我一开始讲 国防最高委员会讲说台湾最初不是省 后来变成省 其实那个省是国民政府自己加上去的 而并不是盟军总部指派 来占领接收死后的一个状态 他说台湾是省却没有省主席 为什么 因为美军要求台湾是一个军事占领 所以不是设省主席 而是设行政长官 所以台湾是设立的 陈宜他的名称是行政长官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这种就是说在美国跟中国之间 有关台湾占领的折冲的过程 1945年的10月5号 第一批军队来到台湾 警备总部前进指挥所 搭乘了美军的船舰来到台湾 他们就去商讨了 第二天要跟日军坐下来谈 整个受想的过程 第十方面军 尖山春树等等 要跟他们坐下来谈 所以就商议了 我要怎么布置 两边坐下来谈的会场 因为我们是代表盟军 来进行这样的工作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他后来的整个场所 是挂了52面的盟国的国旗 后面是英、中、美、苏 中国政府代表盟国 尤其最核心的四个国家 来代表进行这样子的 战后的军事占领工作 这边一方是中国政府的军政官员 一方是日本人 17号第一批军队就来了 从基隆登陆 这就是台湾民众 常常我们在口述历史里面 常常会听到有关中国军队的形象 造成给台湾民众极大的印象冲击 就是挑着扁担、脸棚、棉被的军队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这个照片 它现在是收藏在 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叫NARA 这批第一批上岸的军队 事实上他是经过整顿的 他换了新装 这是中国军队里面 事实上是装备整齐 最整齐的军队 但是还是对台湾民众很异样的感受 因为军队的这个形象 在日军里面 他们不会有这样子的举止 那譬如说他们就撑伞 然后坐在卡车上面 一堆军人 然后就是态度很不严谨的 这个都对当时的台湾人造成极大的冲击 就这样子的祖国 当时叫祖国 祖国军队怎么能够 他们怎么会能够打败 非常严谨的日本军队 而事实上台湾民众印象里面 的国府军队的印象 事实上比较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是1949年的撤退的 就是战败在国共内战里面 拜逃到台湾来的军队 那他们就是情况就更糟 那台湾民众似乎对 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印象 事实上会比较接近这个 那战后刚上来的军队事实上是 是丁顾的挑选的 10月24日 陈宜也飞来台北了 也是搭乘的美国军机飞到台北来 就是以前的台北机场 现在的松山机场 我们可以看到陈宜她是穿着军装 来到台湾的 事实上她是一个军政长官 是来代表进行军事占领工作的 这样子的一个性格 那这个典礼 这寿祥典礼 事实上后来在公会堂 改成叫做中山堂举行 那我们右手编的这一张 是在南京举行的寿祥典礼 那各位看到说她的这个布置 基本上就是盟军受降 有一些雷同的元素 52个盟国 那战胜 这个盟军战胜的符号 那这台湾稍微有不同 台湾非常强调 这就是中美英书四个强国 上面写和平永殿 那各位要特别注意 这边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美军总部派来一同协助台湾军事占领的 台湾联络组的美国军官 他们坐在这个位置 这是正面正面的照片 受降典礼的正面照片 那我们教科书里面 大家给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 就是陈怡跟日本军官 还有跟最后一任台湾总督 他们的一些文件交接 这样子的照片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左边这张照片 很清楚的写着是盟军代表席 也就是美国军官所组成的台湾联络 来协助战后军事占领 这样子的历史事实 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某种程度它是被遮蔽的 那陈怡跟安藤立吉总督 那他们当时 就是安藤立吉总督 到底签署了什么文件 他签署了 其实不是受降 不是那个降书 而是他签署了一个叫 鼠部制第一号命令 也就是 长官公署跟警备总部 所发布的第一号命令 这个第一号命令 是长这个样子 他的内容事实上就是盟军统帅第一号命令 然后中国 所以中国因为盟军统帅第一号命令 所以将军派谁 派了陈怡来台湾 进行这个战后的受降 但是他加了一段文字 加了一段文字 这边讲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澎湖的领土人民 治权跟资产 这个是在盟军统帅第一号命令里面 没有的文字 那这边他讲 他接收的是统治权 治权 但是呢 陈怡在典礼完之后 他进行了广播 他的广播是这样讲 他说 从今天起 台湾澎湖列岛已经正式 就是归入中国的版图 一切土地人民正式 皆以直接 在中华民国政府的主权之下 台湾业以光复 同学就可以看到这个过程 从整个军事占领计划 到变成台湾省 从治权 又变成到这边 透过口头的方式来宣誓 中国政府在台湾 擁有的是主权 事实上就某种程度偷渡了 当时中国政府 他们对于台湾主权的主张 安恒立即 所以有一些历史的 我们的历史课程里面 告诉我们 那跟事实是有一些落差 第一个呢 他并不是签署详书 他签署的是 鼠部制帝号命令 安恒立即总督 战后有这样子的一个 盟军这边认为 战后的台湾接收 是一个军事占领的性质 可是中国政府 他在过程里面 就偷渡了中国政府的主权主张 从台湾的治权 到对台湾主权 台湾光复这样子的声称 那也在这之后就把 10月25号 就设为台湾光复节 那台湾到处呢 我们就开始 像老师这样子 60岁 五六十岁以上的人 过去在10月25号 都要唱这首歌 台湾光复歌 各位回家可以问问 爸爸妈妈还记不记得这首歌 这首歌里面 就非常清楚的灌输 台湾人应该感谢 祖国光复 这样子的意义 内容 它里面讲 张灯节彩喜洋洋 胜利歌儿大家唱 唱片城市和村庄 台湾光复不能忘 不能忘常思良 不能忘常思良 国家恩惠情分深藏 不能忘 它讲 有钱难买真情义 有钱难买真爹娘 祖国就像爹娘 他用这样子的情感的转制 他说今朝重见天和地 八年血战不能忘 中国的八年抗战 是为了拯救台湾 就是说把这样子的 就是中国对台湾的恩情 他透过台湾光复 主权归附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连结 在台湾展开所谓 台湾光复的论述 中华民国天长地久不能忘 就是台湾光复歌 同学肯一定会问 这不是很奇怪吗 盟军明明讲的是战后军事占领 中国政府偷渡了他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难道盟军都不知道吗 难道美国政府他们也都同意吗 事实上很多盟国是知道的 他们也不同意 在这几年因为档案的开放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盟国几个主要国家 对台湾地位的主张 我们来看一下几件重要的档案 战后接收之后 1946年1月 国民政府行政院自己就发了一个训令 就是台湾主权已经复归中国 他说 查 各位可以看这个训令 台湾原有我国国籍的人民 自34年10月25日起 一律恢复我国国籍 这是中国政府自己发布的 他说台湾人原来有我国国籍 那我就问同学 台湾原有我国国籍 是哪一个国的国籍 这个国籍 这个国家的名称是什么 有同学要回答吗 有同学可以回答吗 清 大清帝国 好很棒 台湾原有我国国籍 这个帝国的国籍跟台湾人之间的 这个国籍关系 事实上被 就是这个是之后发生的事情 那有人就会讲说 那一定是中华民国 台湾人拥有中华民国国籍 那时间上又对不起来 对不对 中华 1903不是1913 大清帝国的国籍法 同学可能要查一下 1903 好像是1903 也许圣先生可以帮我查一下 也就是说他是清国 割让台湾之后 事实上他才颁布国籍法 那在中华民国很清楚 他是1912年 对不对 1912年才成立的 那时候台湾已经割让 所以他的这个训令事实上非常模糊 台湾原有我国国籍人民 那就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国 事实上这也是有一种 就是用模糊的方式去处理 他说要恢复我国国籍 那事实上 不管是清国或中华民国的国籍 在台湾都很难解释 就是台湾有这个国籍 那国民政府 把这个训令 他还给外管 要求各外管 那告诉当地政府 如果当地有台湾人的话 要把他们当作中华民国国民 所以这时候呢 就有一些国家 他就直接的讲 不是这样 1909 有同学就查到了 这个就是大清的国籍 他的国籍条例 1909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 对于这个中国政府要求 说台湾人要恢复中国国籍这件事情 那英国政府就很明确的讲了 他说台湾的主权的问题 台湾主权要由日本转到中国 这个事情要等战争 就是战争结束之后的和平条约定定 才来处理这个土地跟主权的问题 那现在是一个军事占领而已 并不涉及台湾人主权的问题 所以他并不同意 英国驻华大使馆 他给的电文 他不同意 他说这要等 那个跟日本的和平条约定定 才能处理 或是要有其他正式的外交手续来办理 那台湾现在虽然是由中国来统治 但是英国政府欠难同意 台湾人民已经恢复中国国籍 英国政府很明确的反对 在1946年给中华民国的官方这样的电文 那美国也是 美国也很清楚 美国主要是在日本 台湾有几万的台湾人在这边 那被要求说这些台湾人是中华民国国民 美国国务院就有了电文 他们认为说在日本的台湾人 他说大概有两万人 战争时期是属于敌国人民 这里所说的敌国当然是指日本 敌国人民 而根据日本的法律 现在还是日本人 战争结束 因为主权归属还没有处理 所以台湾人还是日本人 所以就法律观点来看 台湾主权还没有做正式转移 美国政府也很明确的做这样子的表示 那这些档案都在外交部 那档案管理局里面可以找到的档案 那荷兰 荷兰也是做这样的表示 他就说在对日合约还没有签订之前 台湾人现在还是敌姓国人 台湾人还是日本人的意思 那荷兰这个文件我特别要跟同学谈的 你看 他这是中华民国36年12月12号 也就是1947年的年底 那1947年的春天其实发生228事件 到1947年年底 荷兰政府还说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台湾人是被视为敌姓国人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 战争结束之后的台湾 国府在台湾事实上是一个军事占领的状态 盟国的主张 是台湾归属跟台湾人国籍问题 应该在和平条约定定之后 才会明确 那所以呢 19这战后和平条约 什么时候定定呢 战后和平条约是旧金山合约 1951年定定 可是1945年到1951年 这几年间 这个东亚局势甚至世界局势 已经有巨大的变化 原本美国打算寻求合作的中国政府 国民党为主的中国政府 这时候因为内战 那出现重大的局势变化 内战之后 那国民党政府呢 等于是拜逃到台湾来 整个中国大陆的领土都失去 1949年 事实上就变成两个中国 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产党所领导的 是1949年10月1号 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有一个是在台湾澎湖 控制台湾澎湖的中华民国 也就是说已经有两个中国 那和平条约到底要由哪个中国来代表 参与和平条约的签订 当时世界各国的意见不同 那英国强烈的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产党中国 才是可以代表 因为它是控制了 绝大部分的中国的领土 那不顾美国反对 美国还是当时 他还相当程度的 他是因为他反共 所以他认为 要中华民国才可以代表 所以在这样的争议之下 最后是决定 不派中国不派代表 参加对日合约的签订 那对日合约里面 也不去处理台湾的问题 就是只讲 日本放弃台澎的权力 名义跟主张 日本放弃了台湾的主权 但是不去处理 台湾要还给中国 因为要 还给中国的话 就会出现要还给哪个中国的问题 那当时就是国际上 事实上有一些国家认为 真正的中国是共产党中国 所以国民党政府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也同意 不要在条约里面明确讲 要还给中国 不然对国民政府 退败到台湾来的国民政府 事实上是相当不利 那台湾的问题就 变成悬在这里了 日本政府放弃了 但是他主权 并没有直接归属给哪一个中国 那1952年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日本跟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 签订了所谓台北合约 就是中日合约 中日合约就延续了旧金山合约的精神 也就是说日本重申他放弃了台澎的主权 但是并没有说明要把主权给哪一个中国 这就是到现在为止 台湾地位的问题 就是战后和平条约 并没有完整处理台湾地位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政府到这时候 他已经后悔了 他有点后悔了 1943年答应要还给中国 可是呢 现在已经不是本来的 他要合作的那个中国 他说战后太没有预料到共产党会崛起 所以这时候他们基本上就主张 不要把台湾给共产党中国 那造成台湾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主权的玄制 这样子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课程一开始跟同学谈的这个问题 台湾过去有我们的历史解释 就是中国之下的台湾 战后1945台湾就复归中国 我们是这样看 所以我们把28事件也看成是一个内部的冲突 那台湾人呢 你无处求助 但是实际上的情势不是这样 那战后是因为盟军总部 尤其是以美国为主的 这样子的一个占领分配 那美国军队自己占领了日本本土 那派中国军队 派中国军队来台湾进行占领 事实上是这样一个架构 所以有一些人的看法就认为 台湾问题事实上是战争结束后 等于说二战未处置完成的 就是殖民地的问题 有一些人这样主张 那有关台湾地位的问题 就会出现几种诠释的看法 因为台湾在1990年代到200年以后 民主化 那这民主化过程是不是 我们透过人民产生的政府 是不是一个主权的授予 这个就有一种另外的新的诠释 那所以跟同学谈的 就是说二战结束前后 美国政府的远东的计划 他对远东秩序的构想 那他想要压制日本之后 要扶持一个合作的对象 协助他在远东地区安定秩序 当时选择的对象是国民党中国 中国而且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国 那他希望见到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 美国总统在各种场合做这样的宣称 杜鲁门总统也明确表示 当时合作的对象是国民党中国 比如说开罗宣言波斯坦宣言 都是跟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所达成的 这样子的一个宣称 那当时美中是属于一种合作的状态 协力的状态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为主由他来制定政策 那中国政府跟美国政府合作 遵从美国的政策 甚至执行美国的政策 某种程度有一种主从的关系 但是各位要知道每个国家他们的利益 不会完全一致 那当他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 那这时候要听从美国的呢 还是要中国政府有一定的主张 从刚刚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美国政府有他主要的诉求 但是当有一些问题 中国政府有不同主张的时候 美国政府虽然知道 但他也没有一定要怎么做 就是说对美国来讲主要的利益 他会要求 但是次要的利益 他是可以让步妥协 甚至默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我们就可以想想看 他们透过这种方式来维系 当时的两国的合作 那台湾的问题在战后初期 对美国来讲是主要利益还是次要利益 就会影响到 当台湾发生反抗行动的时候 美国要采取什么态度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谈的 那我很简单来讲就是说 战后的台湾的军事占领 是在美国的支持之下来进行的 有一些占领的过程或是规划 行政体系上政治体系上 我们刚刚讲行政长官公署的规划 那这个都是由尊重当时的美军总部提出来的 美军总部提供了很大的协助 在占领的过程顺利的完成 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里面 表达了他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那美国政府美国人或是当时派来协同的 事实上有我们刚讲有100位日本 美国的军官 事实上还有其他的这个官署或是情字单位的人 美国国务院并不是不了解中国政府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但是当中国政府这样宣称的时候 他并没有强烈的去质疑或是制止 那用这种默许的方式 让他维系 让这个中国的主张可以存在 那美国有美国的说法 中国有中国的说法 那让这样的情况存在 而不去强制 叫中国政府不能这样主张 那这样才能够继续维持 就是战后初期美中在亚洲地区的合作 那这种合作事实上后来很快就面临挑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因为美国的支持 所以战后中国政府就来台湾进行了军事占领 事实上是进行了行政上的统治的工作 那中国大陆的这一套 在中国大陆的这一套政府的统治模式 就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到台湾 那这对当时的台湾民众来讲 那时候是很欢迎 所谓的祖国 各位想想看 这个跟1997年 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 那香港人也认为 就是他也欢迎回到中国 那对回到中国也抱持一定的期待 但是没有去思考到 事实上台湾跟香港都类似 就是他脱离中国政府的统治 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 在清国政府的时候的统治 那种统治模式 那台湾人渐渐淡忘 那他们熟悉的是 日本50年的统治模式 那个统治模式 跟中国统治模式是全然不同 那战后就这样子的模式 又来到台湾了 那他的统治模式里面 有非常特殊的地方 就是尤其国民党政府 在中国大陆崛起之后 1920年代到1945年 他的统治相当程度 特务机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前面给同学看 台湾省占领计划 国府所提出来的台湾省占领计划里面 他就主张在台湾最早 第一批最重要要建立的是情治系统 那也确实 1945年的年底 台湾开始建立了军统局为主的情治系统人员 在全台就建立了情报网 对台湾社会进行这样子的控制的工作 这种统治模式就进来了 第二个在中国大陆非常特殊的一个叫派系政治 国民党里面的有明显的派系政治 不同派系的人对权力的争夺 那他们的派系的利益甚至可以凌驾到国家的利益之上 那这种派系政治在不只是国民党 其实各位你可以看到现在在中国大陆 基本上你会看到人们在分析中国政治变化的时候 谁是习派谁是江系 就是派系政治这种中国统治的特性 也进入台湾 让台湾战后的政治生态出现重大的变化 还有一点就是蒋介石委员长他的权力 的确立是来自于因为他拥有军事武力 也就是黄埔军校在他手上建立起来 那他相当程度是相信武力控制的 所以当台湾发生这种反抗行动 他在他的思考里面 那他认为武力是最有效的 那我们在后面 跟各位谈二二八事件 我们就来看看中央政府是怎么决策的 也就是说这一套中国政府的统治模式 在二二八事件里面非常典型的呈现出来 那这个是我们过去在看事件的时候 过去谈二八事件很多都谈事件的过程 台湾人受害的情况 那但是对于这种就是比较结构式的 或是政治文化的问题的讨论很少 那也对台湾到底在战后是属于 在这个国际政治里面 战争结束之后是属于什么样的位置 的讨论很少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会比较希望跟同学 多谈谈这一方面的一些研究的发现 那这个新的统治政权来到台湾 它会对台湾带来怎样的冲击跟影响呢 下礼拜我们再来跟同学讨论这个问题